開了十二場我們其實也蠻忐忑的 但是很幸運的 也就是因為過去的累積 以及吳念珍導演的魅力 我們十二場全部賣光光 這個已經第四次加油 我們自己也蠻訝異的 當然是有點 對我們自己是個挑戰 吳念珍導演每一次都是非常擔心的 不要看他是一個這麼有能力 有想法 然後那個腦袋 我們舉個例子 有一次《人間條件3》 我們在高雄演出的時候 我們突然就是幾個人 這六個人 住一個在一個房間裡面 就是休息室 然後柯一正導演就說 別讓你過來 我說怎麼了 你看看 旁邊這五個人 李永峰、柯一正、我、楊世平 還有任建成 都是碩士以上的 你看看我們五個碩士加起來 沒有一個吳念珍厲害 吳念珍還輔大夜間部會計系畢業 跟戲劇一點關都沒有 我一看到 真的耶 這五個碩士頂不上一個吳念珍 吳念珍導演 對我們來說 他真的是 大家還沒有公認的國寶 但在我們心裡已經是國寶 他的腦袋裡的東西太多了 人間條件從一到六 每一個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其實很多創作者都在重複 重複的一個主題 不管是玩形式或內容 它基本上是一個東西的重複 可能在精煉什麼的 吳念珍導演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人間條件一講的是一個承諾 就是一個遺憾 他有一件事情沒有做完 他就過世了 他就回來附身到十六歲的 阿嬤附身到十六歲的一個孫女身上 人間條件二是承諾 我對於這個家族的承諾 我要把它實現 人間條件三講的是民國五六零年代 有很多中南部的年輕人到北部來打工 當學徒 這是一個故事 人間條件四講姐妹 人間條件五講六十五歲那一群人 他們那個男人的生活 人間條件六講的是三十到四十歲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上有上面下有下面 他們被夾擊的那個狀況 所以吳念珍導演他真的是 腦袋裡東西太多了 大家很難想像他得過五次的金馬獎 你大概都不太知道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光編劇他得了五次金馬獎 然後什麼金鼎獎金曲獎金什麼獎 那個什麼挖口獎他都得過 他對於文字的那個洗練 對於思想 對於人物 柯導就曾經講過 他是一個社會觀察家 他觀察到很多的東西 把他放在腦袋裡 當他想要做一頓 他就把裡面取樣取出來 然後變成一幕一幕戲 那人間條件三就專門專注 在五零六零年代的時代 很多中南部的那個年輕人到台北來當學徒 我們看到三個年級在戲裡面 有三個年輕人在一個鐵工廠裡面當學徒 老闆非常的壞 那個壞也不是絕對的壞 就是他有他的苦衷 但是對人非常的凶 就是罵髒話 就我們在那個看到那個年代的某些人 是會這樣子 讓人現在也不缺乏了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老闆娘 在旁邊開麵攤 對他非常的照顧 但是旁邊有一個人就是那個山東大比 山東大比就是我唯一的一個外省老 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一個台北的一個縮影 本省人 但不講審計情節 他這個絕對不講審計情節 而是一個外省人 他是一個旁觀者 看到這三個年輕人在一個比較壞的老闆 比較好的老闆娘 還有一個老闆娘的侄女 一個黃玉玲演的 然後這三個人呢 就愛上了這個同時愛上了這個 現在這個黃玉玲演的這個十幾歲的女孩子 你知道這個愛情觀啊 這個舞者非常厲害 那個時候的愛情觀 比如說我小時候 比如說我跟黃科長是好朋友 我們同時愛上了戴方 都沒講 突然有一天黃科長就說 北安啊我喜歡戴方 我心想想我也喜歡他 但是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只要有一個人講了他喜歡他 我絕對不能說我也喜歡他 在我們那個年代是這樣子 而且我還要幫黃科長去追他 心裡幹的被拗死 但是還是得幫他追 那時候很 很沒有道理的邏輯 你知道嗎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 他是你他女朋友 對不對 我喜歡他我就去追了 沒有什麼什麼道義的 像那個什麼 那個高雄醫學院的兩個學生 就是因為 啊他跟你在一起兩天了 我把你殺掉 我們那個時候是非常不一樣 而且啊 黃科長跟戴方講得好像他們兩個要快結婚了 他們兩個分手了 我還不能去追他 很奇怪 我們那時候邏輯是這樣 那不管有沒有道理 就是那個時代的邏輯 那個男人男孩子跟男孩子之間的 所謂的道義 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跟現在的愛情觀不一樣 所以 無捨就把三個小男生 對一個小女生的愛 然後用了一個當時的詮釋 把它詮釋出來 當然中間 我記得這道理的戲裡面的戀愛 從來都不是 王子公主過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它都是非常非常坎坷 從人間條件一到人間條件六 沒有一件 包括在婚姻裡面 就算結婚了 從此過的幸福快樂日子 好像也沒有 好像跟真實的生活好像也是這樣子 吵吵鬧鬧 然後打打鬧鬧 就這樣子過一輩 當然裡面有沒有真情 當然有 這三個小男生的真情 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當然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誰被強暴了 然後中間 誰又要跟他結婚 因為懷孕了什麼的 那最後面 當然那個 然後曾經有一個事情 就是吳蓬鳳 我想要講說 吳蓬鳳演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幹嘛 就是一直講髒話 一直講髒話 然後台北有個媽媽就寫了 公眾一件調查 還是網路上面說 會不會髒話太多了 然後吳蓬鳳演就回答說 好像蠻多的 可是講髒話的吳蓬鳳這個角色 後來死了 講髒話會死 當然這是開玩笑的 就是說其實 吳蓬鳳演的戲裡面 其實充滿的 我們剛剛講好像蠻嚴肅的 但是幾乎是從頭笑到尾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從頭笑到尾 但是觀眾啊 某些點已經哭到 尤其我們那個 中場休息之前的那一幕 楊麗英 跪下來 跟那個大家求的時候 然後中場休息 燈亮 就是包括北京上海的觀眾 都是那種 他們常在觀眾一件調查裡面 這樣子很沒道德 我哭成這樣 你燈給我亮 然後所有的眼影都花掉 男人更慘 男人更慘 看被旁邊的女生 這個太太就是 帶在他旁邊 或男朋友的女朋友在旁邊 她從來不哭的 但是看了無捨的戲 在哭的時候 就覺得很悶 很丟臉 這個 文殿那張的戲好玩 就是好玩在這個上面 就是 他讓你哭 讓你笑 然後重要的是 讓你感動 我們常常 我自己也演電視 也演電影 然後也演舞台劇 常常演了一齣戲 或者看了別的戲之後 就是 不管是喜劇悲劇 看完之後 當時都很有感覺 回去之後 今天看到了什麼東西啊 就有點忘記了 我自己也會這樣 演完之後也都會這樣 那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他叫蔡燦德 蔡燦德那個演員 就是 他是 才來看戲 就是柯導昨天跟我講 他說 蔡燦德看完戲之後 當天晚上要找人聊天 他最好的朋友不在身邊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寫了一大篇 我不知道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嗎 就打蔡燦德還是什麼 人間條件3嗎 對 在姐妹條網站 姐妹條網站 就寫了一大篇 就是看完他 那個人間條件3之後 他的感想 然後 其實看到一齣好戲 或演了一個好的劇本 你很想跟人家分享 我想你看完蔡燦德的那篇 你會知道說 人間條件3 它好在 它能夠 真的能夠觸動人心 因為感動的感這個字 它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 如果下面沒有一個心的話 那個東西是不會感動人的 那感動人那個字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心在裡面 你看完蔡燦德的那篇 你大概就會了解 人間條件3在講什麼 那 人間條件3後來 人間條件3後來 我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我自己沒去 但是我聽到那個 feedback 那個所有的反應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照片可以有嗎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帶了觀衆衣件調查表 是台灣的習慣 台灣的習慣 觀衆衣件調查到了北京去 北京的工作人員和經濟公司 跟我們說 別了啦 省這個錢啦 我們北京的觀眾看完戲 不會寫字的 文盲 所以不會寫字 誰什麼感想 他們看完就走了 沒有罵就不錯了 因為北京的觀眾很挑的 我們講那個 後來我們這次 副執行長執行長就說 跟北京帶了嘛 就發沒關係 收回幾份就幾份 結果看完戲之後 就像這個 北京的觀眾就在牆上 寫了他們的看戲的感想 那北京的劇場工作人員 以及經濟公司 就跟我們的副執行長講說 呦 我們北京的觀眾看完會寫字啊 就是跟蔡山德一樣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有很多想法 很多感想 很多想要跟人家分享的 於是他就把它寫在上面 就是北京的觀眾 還有上海的觀眾 這是北京的 這是北京還是上海的 這是上海的 還有北京的 就是我們也沒預期到會 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拿手機隨便給他拍下來 就是一個好的戲 不管是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台灣 或者放在北京 或者放在上海 其實都有類似的感動 就像燦燦德是個年輕人 看到了五零年代 民國五零年代發生的事情 他也是會被感動 那有很多的台灣的觀眾 就是來看兩次三次 這一次是帶他自己的爸爸媽媽來看 所以那個感動是可以回去 可以分享 好像也需要分享 就是看完被感動之後 比如說我看完一本好的書 我聽了好的音樂 那戲劇更是一個綜合的藝術 就是它是雕塑 它是肢體 它是聽覺 它是視覺 它是可以被傳達的 很直接的可以接受 也有抽象的部分 也有具象的部分 那吳念燈導演的戲 就是這麼讓人家 就像剛才也有記者問我說 我演了第四次 這次的感覺是怎麼樣 2007年第一次首演 那時候我舉個例子 每一個人的演員 基本上只有換兩個演員 楊麗英跟吳蓬鳳 我常常開玩笑的時候 人間條件或者綠光劇團 剛開始的時候 什麼演員都可以進來 像我這種隨便 從來沒得過獎的 誰都可以演 但是後來我們要換演員的時候 對不起 我要看你得過什麼獎 這開玩笑了 不是這樣講 就是 吳蓬鳳得過台北電影獎 最佳男主角 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金鐘獎男主角 那楊麗英 這兩位新的演員 楊麗英是金鐘獎的最佳女主角 就是我們後來就是 看到這批演員 我們都希望有最好的演員 來詮釋最好的劇本 然後給台灣的觀眾看 那這一次 人間條件三應該不是第幾次來 第三次來了 第二次來第三次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來了 真正希望各位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 能夠大力的支持 我們票房九成了 那吳念真導演後來的戲 幾乎都是全滿 最後的一程 就要看各位 不要有壓力 要把它賣 因為我敢掛保證 它真的是一齣好戲 否則不會在海峽兩岸 北京上海 台北 台南高雄台中 這樣子一直演技 第四次來台南第二次 希望各位多多幫忙 也希望各位有空的話來看一下 我剛剛講的是不是好笑 是不是亂講 是為了推戲才這樣講 因為我剛剛有跟那個 記得小姐姐講說 演員是第一線的觀眾 如果這個劇本沒辦法感動我 我怎麼樣去感動觀眾 那我覺得我被感動到了 從人間三 人間五 因為我遊戲演三 有演五 有演六 因為我不會台語 我實在很吃虧 所以人間條件一二 我就一直在旁邊一直敲著 誒 無死了 我不會講台語 你要不要給我遊戲 因為人間三 他就給我一個山東大平 終於 然後人間五六都都有演 那個 那個 真的是你會被感動 你就想要去繼續演 這個吳念真導演的劇本 希望各位多多幫忙 不要有壓力 要把它賣完 只剩下一層了 謝謝各位